伍卓熙 杨怡 邦力生 洪天明 周嘉蔚等人 这天出席明星创业发布会 讲到创业 洪天明与周嘉蔚 这对老板夫妻越做越大 还找到一般好友合作 有钱就一起赚 除了服装生意外 健康食品外 天明最近更成立了电影工作室哦 电影工作室是 实实说了一两年 今年才有时间去成立的 然后很感谢所有身边支持我的朋友 但是压力蛮大的 因为现在以前就是当夜演员 简简单单来演戏 演完就走 现在要参与很多 不管是末前末后的 因为做老板 我们也是把我自己潮牌 或者是一些餐饮的事情 都会放进去一直做 太多东西了 所以她见我的时间会越来越小 刚好前几天我跟方理生也见面开会 因为她也马上有应该会成了自己的工作室 问我一些意见 然后我跟她说 你放心吧 有任何事情 你需要我来到的话 我一定会帮助 然后也希望我可以跟她 因为我们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 所以基本上我有什么工作有需要的话 她我来自成 还有就是如果她也有自己工作室的话 我们也会应该有很多很多合作的机会 希望我们都会能做好 诶 那好兄弟方立生 第一次合作做生意 有打算投资多少呢 我我没有打算投资钱 我应该出个名就可以了吧 她找我的我 她应该是头大份的那种 所以 但是就是 因为刚刚报导都有说了 我现在 就是跟之前公司合约满了 所以我现在都是自己一个人 所以就 自由度比较大 所以也可以跟 不同的团队啊 不同的公司合作 所以其实跟天明的合作 也是会比较简单 那当然会有合同 但是也会非常的简单 因为大家都是很好的兄弟 工作上有新的发展 感情上就被拍到 与美女敲手把酒谈心哦 是有很大的误会 因为报导出来 其实她们两个是两个不同的女性 一个是真的是我 就是歌迷会的一个会员 一个是不认识的女孩子 所以报导也把她们两个放在一起 就是也有一点骚扰到我的粉丝啊 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欢这样子 但是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 就是 可能就是大家很关心我的感情生活 所以 所以在网上看到 看到我跟漂亮一点的女孩子 就觉得是 我的女朋友啊 新恋情啊 这样子 撬手这方面呢 其实 刚才 刚才也有 也有美女找我拍照都有撬手 就是撬手这个问题 就是有些会 问我可不可以撬手 有些呢不问就撬手 所以我觉得 现在合影都很正常的 我跟粉丝还 大家都会做那个心形的动作都会有 但是有一种女生呢 我是不会跟她合影的 就是穿太性感的女生 试过有一次 有一个女生 她就是她的后背 几乎根本就是半裸啊 然后身材我很好啊 然后几乎好像没穿这样子 所以我就说 可能你穿个外套再跟我合影啊 那小方有没有跟那位女粉丝 肯定不会 肯定 对 就即便有 就是缘分很难说啊 但是就即便有 我肯定要她 开除她 离开我的歌迷会才可以 那当然缘分 你不可以说哪一个人是一定不可以 那但是 我当然不会在我自己的粉丝里面 去找一个女朋友 这个不会我 做这个主动 那过几天 就是你的生日 岂不是又一个人单身的度过 呃 后天过生日也没有特别 本来想 想过就是 开个大party这样子 但是 最后都是 哎 别这么烦了 就可能 会跟 自己的 好兄弟啊 就是一起过 因为我发现 我很多身边的兄弟都是单身的 所以就是 很搞笑 另外 有报导指杨仪 趁老公罗仲谦在内地工作时 召唤吴卓熙当苦力 还轻抚她的头 两位这天碰巧在一起 要澄清一下咯 其实什么都没有报 对啊 还说摸我的头啊 最后 对 然后 那个照片是 很清楚是 关那个后面那个 那个车 那个车门 对对对 其实那个 摸我的头干嘛呢 我都没有 没有 没有感觉到他摸 那个 那个只是一个 一个 一个报道而已 又没有 就是没有 我不会找他 做那些 没有啦 现在 现在不在香港 我肯定 他有什么需要 我会找他 但是 我不舍得要他做鼓励的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亲密一点就别大惊小怪吧 香港报导